三 二 一 一起動 台南視角王偉哲與來賓一起拆開大型禮物盒 宣示甄選活動正式起跑 迎接台南建成四百年 以及二零二四塔班燈會重磅回歸台南 將領選出百大燈會推薦伴手禮 及三十件指定燈會伴手禮 推薦給明年來參加燈會的民眾 台南是個好山好雪 好吃好逛好玩的地方 有很多優質的伴手禮 配合的燈會我們來進行領選 領選出很多好的伴手禮 就可以讓很多我們的民眾可以買到 台南市府攜手在地商圈 伴手禮協會及觀光工廠 共同舉辦燈會伴手禮甄選活動 甄選類別分別為美食伴手禮 文創意品及生活用品等三類 今天我們國安工廠協會有二三家的會員 我們都有帶非常精緻的一些好禮來這邊 供大家來征選 希望借助這次征選 可以選出台南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好禮 不論是以比為主著我們特地研發了一些文創品 都是在台灣自己手工製作的 尤其像我們的肥皂部分 都是主要是以純精油 然後加上有很多的造型變化 我們是把它放進去我們的鐵乳蛋 所以就很像一個基隆的概念 2024台灣燈會台南伴手禮甄選機制 將分三個階段審查 並透過民眾網路票選 最終領選出最具代表性的30件指定伴手禮 將在燈會現場展示 新唐人雅力電視 是金望林沛雲 台湾台南采訪報導 我們先看一下這情況的攝影媒體朋友